Hello 大家好 今天就要教大家在Bad for Bud 裡面如何賺取補給分數 首先準備一下這個牌組 牌組方面我會準備一些進攻型庫存的卡片 以及這個進攻型實況者可以偵測更多的進攻型配件或者申請更多 其實未必是必要,但如果有的會更好 以及一些使用速度加快的卡片,然後就可以開始了 我們就按這個戰役,新兵,我相信大家都通過關 就選擇這個雷星大作 這一關因為時間都比較快 所以其實是很適合用來做快刷的一些關卡 基本上大概預2-3分鐘就可以完成一場 大概預一場有38分數,不過可能我刷的次數太多 所以現在變了17個補給分數 進入到遊戲之後其實已經不太重要選擇什麼角色 因為大部分人應該都會選擇了紫色頭髮的女生 因為紫色頭髮的女生可以令到整隊人的使用速度再度提升 通常如果你沒有我以上剛剛所說的一些卡片的話 其實你都可以過關 因為四個裡面總會有一兩個是有這些卡片 所以其實都不需要太擔心 還有因為他已經去到最終的關卡 所以剛才如果你在卡組裡面頭過大概六七張左右 其實他都預設了給你 當你來到之後就可以去到箱裡 好,等其他人都遭遇的時候 就馬上買這個管狀炸彈 然後我習慣加一個急救藥 然後就可以走了 那管狀炸彈的作用有什麼用呢 就是可以引走殭屍 讓隊友迅速進入彈 這裡可以讓大家看看大部分人的操作 OK 由於我看到他的使用速度都比較慢 所以這裡我就搶了來做 大家可以看到分別 入彈那一下明顯快很多 所以就換了我來做 如果你沒有這些使用卡片 使用速度提升的卡片的話 也不要緊 你就負責放一下炸彈 引走殭屍 其實就已經足夠可以進入這個大炮彈 基本上就不需要太怕 沒有這些卡片過不了 很快就已經進入了五顆彈 然後就可以走 其實整個流程應該大概只有三分鐘 就已經完成了 其實這裡可以選擇離開遊戲 我為了讓大家看看有多少補級分 所以我就先留下 好 就是有17分的補級分 正如我剛才所說 可能是我通關的次數太多 所以他就減少了這個補級分 這個就不清楚了 可能有些人就會是38補級分 因為我之前也是38 現在就只有17分 好了 這條影片希望可以幫到你了 喜歡的話記得按個like 以及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